工程师在每一个地方都做了选择题 最终教出来一套偏实用主义的打卷 稳定 清晰 有章法 只是没有太多的冗余空间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测试片中 这款小上魔法书100瓦单化加充电器 已经展示出它在协议兼容与输出资料上的诚意 但也同样暴露了功率控制 温度能力上的胆板 今天我们把它完整拆开 从外壳结构到电路布局 到主控芯片 电源架构 用显微镜的视角去还原这款产品背后的工程思路 我们想搞清楚它的散热为什么会失控 电源软化效率为何在220伏下偏低 C2接口 文波为何能优于其他接口 这一切 答案都藏在内部的电路之中 是年轻品牌出事流到的遗憾 还是新进玩家暗藏潜力的低调爆发 我们从这颗小上魔法书的心脏开始 酌成解析 充电器拆解有触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看这个焊接的密度的话 我们想撬肯定是撬不开的 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开 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用撬棒把它撬开 又是一台全灌胶工艺的充电器 这胶灌的非常的厚 想要把内部的模块拿出来 有点不容易 实在是打不开的情况下 把充电器的两边给它切开了 切开以后就可以直接把盖子给它搬开 前面板也是超声波焊接焊上去的 废了老大劲了 把它终于拆开了 这胶简直就是把充电器全部都填满了 这一堆就是我从充电器模块里面清理出来的黑色的高分子导热胶 全部清理干净以后 我把充电器全部拆开了 又把它装上去 为的就是给大家看清楚这个充电器内部的构造细节 折叠插角部分 螺丝全部都打到胶进行固定 一黑一红两根胶流线 对应的安装在主板这个位置 整个充电器模块一共有5块PCB构成 4块充电口的PCB 还有一个1MI部分的PCB 还是老规矩 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 我们下期再见 小商模法书 这款100瓦弹化夹充电器 其内部电路布局延续了目前市场上主流多口快中的结构思路 核心架构相对成熟 整体设计紧凑 元件排布密集 强调高集成度与模块化搭建 从电路的走向来看 输入主电源 多路输出部分 划分清晰 具备完整的保护电路和标准的快充协议支撑路径 整体逻辑上没有明显的缩水 部分关键节点的取舍 则展现出性能刚刚够用的控制策略 不追求堆掉极致 更偏向在尺寸 成本 性能之间 寻找一个平衡点 至于它 究竟是聪明的极简 还是牺牲过猛的 险中求胜 接下来看我分电路一步步给大家做解析 EMI输入部分 依旧是双级滤波 前期采用一颗5A250V慢容保险 来自湖北红湖蓝光电子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1年 主营各种电路保护元器件 搭配一颗10D681K的亚密电阻 用于应对突发浪拥或雷击干扰 这个任命电阻来自深圳 红卓远电子 一家民营小微企业 滤波部分采用两极供膜电感 第一级是迷你的环形结构 第二级是扁平铜带式绕线电感 配合东莞耗芳电子出品的0.47微法 X2安规电容 整体构成了完整的EMI低通滤波网络 耗芳电子也是一家民营小微企业 试电经整流桥转换为高压子流后 进入整机主滤波部分 采用两颗重庆评约实业出品的 TBM810贴面整流桥 额定为8A1000V 并联使用提升整流承载能力 重庆评约实业1996年成立 是国内老牌桥堆制造商 高压滤波电容仅为一颗8.2微法400伏 来自广东蓝宝石电容 这个容量在100瓦的充电器里面 属于偏小的级别 明显是为了压缩体积和成本而定向取舍 蓝宝石电容成立于2010年 专注中高压电解和固态电容 为了补偿滤波能力 后期增加了两颗微资品牌的 一微法450伏弗膜电容 配合一颗环形滤波电感 构成标准的派形滤波网络 用以改善输入电流波形抑制纹波 并一定程度辅助功力因素表现 主电源部分采用的是QR准鞋阵 原边控制架构 这是目前100瓦级 单化加快装中 最常见的主电源拓步电路 主控芯片选用的是 日本瑞萨半导体的IW3627 负责驱动初级开关 并动态调整开关频率 实现高效率低代际功耗 同时具备准PFC电流整形功能 用来在无独立PFC的情况下 改善功率因素 瑞萨2010年成立 由NEC日立30 三家半导体业务整合而成 是全球电源控制芯片大厂 主开工官则采用 大年任性微电子的 RX65T125PS2A 淡化加功率器件 具备更高开关速度和更低损耗 能在高频下减小变压器体积 提高功率密度 任性微2016年成立 专注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与电子元器件 旁路片子电源 使用了一颗47微法35V电解电容 同样来自广东南宝石电容 为主控芯片提供稳定的偏制电压 这个就是充电器的主变压器 充电器部分四个引脚 其中一组为主控辅助供电引脚 次级四根线采用的是双线并扰的方式 加强大电流存在能力 经过隔离变压器之后 是整机的复边架构与多口输出控制部分 整机一共采用两颗外电容 做主隔离切放 型号分别为Y1102M和Y1471K 容量分别是1000匹法和470匹法 均来自四川特瑞祥科技 这家公司2014年成立 是西南地区主力安归陶瓷器件厂商 光电偶合机采用的是 一光电子的EL1019 用于初次级反馈 电压控制 提升电压调节响应速度 一光电子1983年成立 是台湾本土的光偶与LED领域的龙头 同步整流控制器 也是用了瑞莎半导体的产品 型号为IW610 与主控配合使用 这是一颗数字式整流控制芯片 配合刺激整流管100N15N3使用 用于实现高效率同步整流 这个MOS管由无锡华润微电子生产 这家公司2002年成立 是华润集团旗下 专注微电子业务的高科技企业 充电器的输出滤波部分相当的充实 两颗1000微法35V电解 搭配一颗560微法固态电容 均有蓝宝石电容出品 总容量达到2560微法 再加上一颗共模电感 用于进一步抑制高频噪声和残余纹波 输出协议部分 采用珠海智容科技的方案 智容科技2014年成立 是目前PD协议芯片国内 出货量领先的品牌 C1口由SW3561H控制 最大支持100W功率 C2口由SW3516P控制 同样设定功率100W C3OE口同样由SW3516P控制 设定功率为20W 这种设定满足多口 B型场景下的协议互不干扰 三度DCDC 身价压部分的配置也很清晰 三颗环形电感 再配上六颗同样型号的NMOS 组成半条拓部结构 所有的开工馆 全部为深圳艾德曼半导体出品 型号为AD40N55D3 这家品牌成立于2019年 主攻大购率MOS与照明驱动芯片 率MOS部分 使用三颗蓝宝石电容出品的 220W35V固态电容 搭配两颗270W25V固态电容 另外外加一颗未知品牌的 220W25V固态电容 整体电容组与多颗MLCC陶磁电容 并联使用 构成高频低速的输出滤波网络 确保在多口同时负载时 具备良好的电压稳定性 和纹波抑制能力 VBUS控制也做了分层 C1口使用AD30N80D3 C2口直接由协议芯片控制 C3和A口为AD30K35D3 双MOS控制 电流检测分别由一颗R2003 贴面电阻用于C1口 三颗R2005用于C2 C3A口独立采样 组成完整的输出保护回路 从整体电路结构来看 小上魔法书这款100W淡化价充电器 属于典型的标准快充方案打底 极限压缩做外壳的取舍型设计 它不是堆掉型但也不算偷工 属于知道要怎么省 也知道该省在哪儿的那一类 优点方面先说几个值得肯定的 首先是三路DCDC升降压 加多协议分口的结构相当扎实 C1 C2 C3和A口各自有独立的协议芯片 与输出路径 功率分配清晰不混乱 协议兼容性广 隔离度高 可以适配大多数手机笔电快充场景 其次次次级绿波非常舍得用料 2560微法的电解加固态 搭配共模电感 测试中C2口的纹波表现极其优秀 输出电能质量 甚至超出部分一线大牌 再就是控制架构成熟稳定 主控和整流芯片都来自日本瑞莎 搭配国产华润威的MOS 与润星威的淡化夹器件 整体控制逻辑清晰 效率表现和散热表现属于中规中矩 没有明显的bug 但是缺点也非常的直接 首先就是主绿波电容仅8.2微法 属实偏小 虽然后极用派行滤波网络做补偿 但输入侧电压稳定性有限 特别是在220伏输入环境下 转换效率和纹波表现容易出现波动 第二就是整机功率因素策略 明显偏向110伏场景 在100瓦负载下 110伏能跑到0.99的PF 表现几乎可以对标真正的PFC 但是220伏轻载PF却低至0.6以下 说明整个方案是为了通过北美DOE标准 而牺牲了中国与欧洲的轻载表现 一句话总结 这不是给那种极客玩的堆掉怪兽 但它也不是廉价的白牌 工程师在每一个地方都做了选择题 最终交出了一套偏实用主义的答卷 稳定清晰有章法 只是没有太多的冗余空间 从前面的全方位实测 到这次的彻底拆解 小善魔法书这款100瓦淡化夹充电器 给出的整体观感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该省的它真的省了 该花的它也确实花了 协议支持方面 它确实做到了四口分路控制 协议识别精准 实测中荣耀 Vivo的白瓦PBS协议都能顺利启动 多设备快充表现甚至没有短板 文波控制尤其值得表扬 C2口在全功力段下 输出干净 远超多数的同价位竞品 但是热表现和功率控制策略 比较年轻品牌了 100瓦满载烤机中 温身接近90度 实测中PT协议 曲线也存在轻微的掉功率掉档 这些问题在拆解中都能找到源头 主控虽然强 但高压滤波极限压缩 散热设计也明显是以合格为目标 而非余量思路 内部用料属于结构清晰 但不拔高 三路DCDC架构到位 协议芯片和MOS均为国产中间品牌 但是主电容容量偏小 电路保护部分 做到了刚刚的及格线 这种组合适合用在充电负载较稳定 不长级高功率烤机的使用场景 所以如果你是追求协议全面 占桌面级小 偶尔高功率爆发的多设备用户 它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选项 但如果你习惯让设备 长时间挂载在高功率状态 或者有更高散热噪声控制要求 那它不一定是你最稳妥的选择 测试为了解 测试为了真相 认真车载客观输出 我是灵活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门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